你又吃完卖了 给你带了假 你一回家的票买了吗 第一次跟你一起回家 还有点紧张呢 买了 不过我吃买了我吃 跟你在一起五年了 每次一提回家你就这样 觉得很委屈是吗 我不委屈 我做韩星 你知道什么最让人恶心话 参与金饭里并不恶心 恶心的是让我看到了 如果我没看到 我会吃的非常香 又不怕你骗我 我怕的是你骗不了我 懂吗 背叛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下次用平板动物玩记得退服啊 我一直不确定你 到底是不是爱我 现在我明白 不确定的爱与不爱 那就是不爱 不是我天哪很爱你啊 你可以打我骂我 甚至冷暴力 他都有可能被原谅 唯独背叛 他不行 现在就把他杀了 来 我来杀 喂小龙到家了吧 到了 以后对他好点 不是你谁呀 兄弟 是提醒你 他要是聪明的话 付你的钱 那以后付的就是你 如果他要是像我一样不爱的话 那他以后也比我好不到哪去 不是他都没告诉我他有男朋友 我跟着就玩玩了 你看看你 你已经三十了 还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 你怎么了 人家要车有车 那房有房 如果不是你在这横插一脚 我现在什么都有了 你在那长天大乱 跟我说有的没的 如果不是看在这些年的感情上面 我早就给你分手了 人家 我还要跟着你 早 你没洗 你了